那么回到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 我们有时候呢 为了要把这个区块 重复的部分 为了要把重复的部分呢 把它区块模组化 我们就会使用韩式积木 建立一个积木 比如说渐渐变量 我把它叫做up 然后我就定义一个新积木 我把变量的这个部分叫做up 然后变暗的部分呢 再建立一个叫做dump 好 那这个就是变暗的部分 那所以呢 我的程式呢 就可以变成什么 我先up 再dump 然后重复无限次循环 就可以变得这么简洁 好 那我在看程式 这个叫主程式 这个叫副程式 我在看程式的时候就可以 很简单 我一看就了解 这个就是变大 这个就是变小 然后重复无限次 所以是不是可以变得非常的容易理解 然后这个至于里面的内容 你就可以把那个细部的内容分解出来 然后甚至可以这个请A组帮我做 这个请B组帮我设计 那设计好之后两个组合在一起 好 所以以后呢 这个动作叫做模组化 也就是以后其实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 好 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样做 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呼吸灯 对不对 那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我知道这个呼吸灯呢 就是先吸气再呼气嘛 那所以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先建立一个积木 叫做吸气 这个QBlocker有时候输入不了中文 对不对 你把视窗关掉 缩小 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做一个见谅 那我就可以让他先见谅对不对 然后我还不知道里面怎么做 那我再做一个积木 叫做剑暗 然后就可以把剑暗拉过来 那所谓的呼吸灯就是剑量剑暗的循环 所以我就控制一下 重复 所以你看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 这个系统的大概的步骤给做出来了 我看程式 第一个我看程式很容易了解 原来就是剑链 在剑暗 然后一直重复 好 那至于里面怎么做 我们可以再慢慢去研究 各位同学 这个动作叫做系统拆解 所以我们每次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很大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那我可不可以先把大致的动作抓出来 然后至于里面细部的动作我再慢慢研究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这个是比较高层的做法 所以有时候我们写程式不一定要直接就开始 直接就开始堆程式 当东 当问题很大 事情很大条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考虑 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系统拆解 也许是大步骤先抓出来 或者是他有三个功能 先把三个功能先独立出来 好 那独立出来之后 在这个小功能的部分 小步骤再去个别研究 研究好之后 再来运作 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也是属于比较高阶的写法 那通常如果是那种团队的队长 或者是经理 通常他会负责这一个部分 然后他后面的技术人员 或是团队的成员会个别去解决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团队工作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处理问题 这个是系统拆解 是一个很棒的处理事情的方法 也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上 这个部分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使用定义的方式 去处理你的 把系统做拆解之后 你的程式会比较容易去阅读 然后你也可以借着这种方式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初始值的定义 比如说你的时间间隔 你可以用变数 把这个变数改成用游标可以调整 给他一个范围 你可以在执行的时候呢 去直接拉这个变数 拉这个时间间隔 那他在他就可以去做这个计算的部分 做计算的直接去做计算的部分 每次直接做调整 好这个是给各位做参考 所以根据我们刚刚的做法 你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案 直接调整时间的方案 或是直接用那个调整次数的方案都可以 甚至是直接把它烧入进去 刚刚讲QBlock的上限是1秒34沟通 好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打破这个限制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烧入 既然速度是QBlock的死穴 那我们就跳过他 直接用烧入的方式跟QBlock沟通 所以跟各位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叫伊隆马斯克 马斯克就是发射火箭的那个人 对不对 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他有一个第一性原理 凡事回到源头核心 再重新出发 不要管前面的人怎么做 就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测试 也许你就会找到新的方法 这个叫破坏师创新 好 那么所以我们刚刚给各位的说明 就是用这个方式 直接用烧入的方式 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 突破这个限制 好 那但是他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因为你用写入的方式之后 我们原先用QBlock沟通 你可以直接在层次上直接修改数字 对不对 但是你烧入之后就不能改了 他在独立运作的时候不能改 对不对 除非呢 除非你有加一个输入的感测器 利用那个感测器的输入 去调整你的变数 这时候才能做及时的修正 及时的转换 好 所以有时候选择一直都在 有时候选择一直都在 只是你不知道看不见而已 所以不要被工具限制 不要被你的视野限制 那你要看到其他的选项 这必须依赖你不断开拓眼界的习惯 所以多看多听 多看多听多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当你一旦有了眼界 选择就会很多 很重要